中国甘肃发生强症 那据当地的学生爆料说 发生地震的第一时间 他们就赶到了学校宿舍的楼下 准备要冲出去 结果被学校的大门给堵死了 宿舍的门锁得死死的打不开 于是这些学生焦急万课的时分 就拨打了学校的官方的联系电话 包括宿管阿姨也回应了 宿管阿姨让他们等待命令 因为这个时候领导还在睡觉 他说我们没有接到上级领导的指示 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 我们不能给你们开门 这个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过去还没有吸取道教训吗 前阵子中国某个地方也是发生地震 一个社区里面 那个小区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 也是不给大家开门 这个真的是荒唐 这个跟古代有什么区别 只要皇帝没有发话 底下的人一点人性都没有 因为他们只要得到的是上级的一个命令 只要得到一个权利的允许 只要得到皇帝的通知 这个跟古代没有任何两样 我们这边领导知道这件事就处理了 过去中国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 中国的一些有权利的一些当官的 他们贪官无力 就算面对这种天灾人祸 他们照样把一些救援物资 往自己家里面搬捐款 他们也没有实质的去使用 而是储蓄到了自己的账户当中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被骗了这么多 大部分的人也不这么傻了 第一时间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中国的官方以及当地的政府 在微博还有抖音等等的平台上面 发布了通告 以及红十字会的紧急捐款渠道 留言区完全的翻车了 因为中国人已经不相信那一套了 我们就看到这一则中国官方 以及当地政府的对公众的募款的 这个紧急通知上面 就有网友留言说 过年了大家警方上当受骗 电信诈骗猛如虎 还有人说等我中了2.2亿 我直接捐两个亿 这个也是嘲讽之前 中国的一些有权利的人士 知道这个彩票的内幕 随便花十万重金买了一张彩票 结果中了2.2亿巨款 所以这个网友就调侃说 等我中了2.2亿 我直接捐两个亿 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们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不要给灾区添乱 相信国家会站在救灾的第一线的 甘肃挺住 相信国家 相信党 党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 还有人说 国家反诈APP下载了吗 那也有看到一些 中国网红发影片去救援 现在他们也是 不把这些钱捐给政府 而是自己拍影片 自己去记录 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 已经很显然 这个不太相信当地的政府 以及中国的官方 别抢别抢别抢 给小孩到人不给 给小孩小孩也别抢 那据地震来临之前呢 前几天当地的一些动物啊 包括一些鸟类啊 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一些现象 包括当地的很多的乌鸦聚集在一起 只能看得到你 那当时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 中国的政府一些专家就说 这只是自然现象 这跟地震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清楚 这个具体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们看到是中国的这些网友留言说 不信谣不传谣相信国家 还有网友留言说 不必联想相信国家 甘肃这些地方很难发生地震的 如今不是地震了吗 对吧 还有网友留言说 不要听信境外势力造谣 中国不会发生地震 至少不会发生大地震 因为我们有国家 相信政府会安排 我们不要被国外造谣给迷糊了 外国就想扰乱中国 巴不得中国人心惶惶 那地震发生之后 周边的国家 以及全世界都发去了慰问 像是韩国日本 包括台湾的陆委会 都发去了一些祝福 而不是祝福慰问 为什么我讲成了祝福呢 因为我刚刚看太多的留言 因为中国网友留言说 这些外国给中国的慰问 都不是慰问 都是祝福 因为他们认为 外国人这些慰问 心里面是在祝福中国 心里面是在祝福中国发生地震 就是不怀好意的 我们就看到 在台湾 还有一些日本国家 给中国发去慰问之后 就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别来虚心假意的慰问了 日本和台湾的关心 都是虚伪的 嘴上说的祈祷 心里开心的不得了 巴不得出去和朋友们庆祝 岛民的心态 我还是很了解的 其实就是讲的是 中国人自己做的事 以前我们看到日本地震 台湾地震的时候 尤其像日本 以前还有总统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国人又去夜店 又是喝酒 又是各种各样的聚餐庆祝 这不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事吗 他现在反过来说 中国发生这些天灾人祸 外国人的心态 巴不得是出去跟别人聚餐 一起去庆祝中国地震 但是我们看到是国外并没有这么做 反倒是很多的日本网友 还有台湾网友 基本上都是在祝福 微博上就有中国人说 日媒也报道了地震的这件事情 评论区大多数的日本网友都表示同情和担忧 把这样的一些日本网友的留言 有中国网友就发到了中国的微博上面 我们看到有日本网友留言说 冬天失去家庭 对于身体来说肯定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抗症能力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很担心会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有日本网友留言说 即使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 每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显得很寒冷和艰难 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说冬天 所以会变得更加困难 救援会更加的辛苦 也没有看到像以前我们看到 在日本还有台湾发生地震的时候 中国人基本上都幸灾乐祸 基本上大部分 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中国发生地震 就一定没有说台湾人日本人幸灾乐祸 肯定也有 但是占绝对的小数 我们看一些表层的网络上面的留言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人都是在担心灾区 以前我们看到台湾或者日本地震的时候 基本上都说要证实什么什么之类的 证实台独啊 什么爱国同胞要好好的 希望什么倒霉事 希望台湾倒霉事 希望人出事等等的这一类的 全部都是大部分的都是这样的留言 还不是小部分的 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们不需要也不接受台湾和日本的祝福 真心的除外 大部分日本人和台湾人都是戴着面具的 都是伪善的 真的是这样吗 台湾人 我觉得这些中国人真的是被媒体给洗脑了 太严重了 还有网友留言说 博主把这些日本人的祝福发了什么心态 想要表达什么 日本人送来的祝福有必要给大家看吗 让我们觉得他们很有道德吗 他们都是特意在这种灾难面前虚伪的送出祝福 其实说白了就是心灾乐祸罢了 还有网友留言说 台湾陆委会也发了祈祷文 我感觉挺恶心的 不发还好 发了感觉就是在恶心咱 平常那么抹黑大陆 巴不得大陆天天地震 所以不要听他们说什么 要看他们做什么 黄鼠狼给鸡拜年 能安什么好心 还有网友留言说 台湾日本这两个家伙是一伙的 不必假好心 另外不排除一些爱国的同胞 这些祝福我们是接受的 我们大陆人是分得很轻的 大国格局 不必跟他们计较天灾人祸 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大陆 台湾人捐款了吗 不要看台湾人说什么 要看他们做了什么 钱呢 没捐钱就别来刷存在感 发什么祝福文 谁不会啊 那这种祝福相信是全世界各国 都是一种国际礼遇 而且台湾政府也待命了 那总统蔡英文现在已经下令 台湾的这个救援队 如果中国一旦需求更大的这个救援 各国的组织都会派遣到中国 请问他们这个付出的不是实际行动吗 你有本事到时候抗议中国政府 说啊不要外国人进来救援 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那里想办法 可以吗 对吧 这种天灾人祸面前 竟然还能讲出这种话 那以目前的台湾观众 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甘肃强政爆发后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陈建仁 立即指示内政部 迅速完成救灾准备 同时透过管道 向中方了解救援需求 一旦接获外交部或陆委会指示 就会立刻搭专机持援 关于柠檬以后